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几天有李总的公司想要来采购我们的产品 他最近挣不少钱 但我不想卖给他 他们公司最近镜头比较猛 我也有点看不惯 我也不想和他们做生意 那咱们联合起来 体质他不正好 我们都不卖给他 看他充满了吗 绝啊 法律师 这样就可以吧 不可以 同行业竞争者约定联合抵制交易 也属于反垄断法规定的横向垄断行为 那我们不遵守反垄断法 应该也没什么后果吧 好律师 有啥后果吗 后果非常严重 一旦被认定属于垄断协议 将可能面临高额的罚款 特别是自2022年8月1日 新修订的反垄断法正式生效实施以来 罚款金额的上限 也从原来的50万元提高到了100万元 各位老板 一定要谨慎对待啊 看来我们还是得合规经营啊 是啊 是啊